明朝的抗日元朝战争你知道吗? 中国与日本一一带水,文化相近,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,中日两国出现了不少冲突,在明朝的时候就发生过元朝抗国之战,在这一次战争中,日本惨败,但日本就是不惜去教学,竟然在后来又发工新华战争,被称为抗日战争,历时八年抗战, 我们赢得胜利,元朝卓国日本之战,在明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,统一日本的封陈秀及命家腾兴政,小西行长率军,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,又渡林金江,进逼王京金首尔,朝鲜军队败退,朝鲜国王李延,向明朝求救,军队望风而溃,在这种形势下,明朝应朝鲜之请, 出兵元朝,但元军因兵少利弱,地理不熟,尤其始如战死,副总兵组成迅心已深灭,明廷得道败迅后,以宋英称为经略,李如松为东征齐都,及四万兵马赴朝,李如松对付倭寇有一套,虽为人脾气暴躁,但有梦有家,师从徐位, 中城一代名将,在此年正月进宫平壤,击败小西行长部,或平壤大捷,此后又赴开城,扭转战局,后又进逼王京,但在聚王京三十里的碧体馆,因轻敌中服,损失惨重。 李如松险些阵亡,后来,刘青,陈林率军抵朝,明军厄林金,宝山等处,并断日军梁岛,日军缺梁,不得不放弃王京,退缩至釜山等地,开始与明军谈判,为争取时间,明兵部尚书实行立主合议, 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将为界等无理要求,谈判破裂,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,明神宗朱义军下十兴等于律,以刑界为纪辽总督,因李如松已经在与蒙古人的战争中战死,所以任命麻贵为被窝大将军,调纪辽,宣府,大同,山西,陕西兵及福建,吴松水,又牧川,汉兵等望远, 自年二月,明军兵分四路,中路董一园,东路麻贵,西路流亭,水路陈林,分道向釜山挺进,陈林与朝鲜水军将领李顺臣紧密配合,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航长所部,八月,封陈秀吉死,日军撤兵,中朝联军城市禁机,日军大败, 但李顺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陆两海之战中牺牲,十一月,战争基本结束,这场战争最后以明朝把日本赶出朝鲜半岛,使朝鲜王朝免受窝后的侵略而结束,属于明万第三大争之一。 。 。